供您一起传播佛法慈悲愿行 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 护持画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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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说万能若看转 寻思中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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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a Tangsara Latamu Pemi Raga Miraga Maneja Masoka Tangma Masangkata Mapatiku Lalu Maturami Nampakuna Suka Tangsara Latamu Pemi Yatacadina Mahapala Mahu Chantususuchisukurisayugesu Ata Cepukala Dhammeda Sati Suka Tangsara Latamu P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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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手合掌、嘴巴念 然后呢看到诸佛都现前 比太阳还亮 要这样观想 那么常做十方佛 再来你要看到所有的经典 巴黎文的、梵文的都放光 各种的经典 那么常做十方佛 再来你要看到所有的菩萨、出家人 小秤的、大秤的、密秤的 无量无边的菩萨、出家人 那么常做十方生 再来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这几天看了很多佛像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悦地藏王菩萨 愿慈悲如大海 愿菩萨 愿菩萨如高山 愿菩萨如高山 愿信心如阳光 愿信心如阳光 愿智慧如虚空 愿忍入如大地 愿精进如大地 愿精进如大风 愿精进如大风 愿成佛道 愿成佛道 普度众生 请放掌 我们在缅甸 博固观音室 这个在缅甸意义很大 缅甸这么多出家人 五六十万 但是能够礼拜 愿意礼拜观音菩萨的 缅甸的出家人几乎很少 因为他认为 观音菩萨不是我们的佛教 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佛教 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可怜的地方 所以也因为如此 我们要特别常念观音菩萨 来希望他们也能够升起 观音菩萨的慈悲心 为什么呢 佛法不是为了个人解脱的 释迦牟尼佛成佛 弘扬佛法 是为了念一下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很有福报 所以我以前去斯里兰卡 他说他不承认我们是出家人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们是拜女人的 我们出家人哪有拜女人的 剃光头还拜女人有头发的 因为他认为观音菩萨 是女人有头发 我们出家人怎么可以拜呢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好可惜 好可怜啊 同样是佛教徒 他居然不认识观音菩萨 那观音菩萨讲的就是慈悲 佛教的基本精神就是慈悲 帮助众生 那观音菩萨不过是一个慈悲的形象 所以我们很幸运 我们成为一个华人 懂得大称佛教 我们也认同小称佛教 也因为懂得大称佛教 所以我们才要放声 才要刚刚各位典香招请那些孤魂野鬼 才要布施这么多食物来超度他们 所以念一下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所以很可惜 不懂得拜观音菩萨的人 他就是不了解释迦牟尼佛的心 可以说不了解整个佛教 他是了解一点点他的想法 所以他就不会学观音菩萨这样 慈悲 所以修行动机最重要 为了个人解脱的 那这个不是大称佛教 这个叫解脱道 那为了众生离苦的 这个才叫大称佛教 这里面包含了解脱道 所以我们身为华人很幸运 懂得拜观音菩萨 就像观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说的 痛苦的时候 只要念观音菩萨的名字 世间的痛苦火灾地震就可以消除 心情很痛苦的时候 其贪心称心 你赶快想着观音菩萨 内心的痛苦烦恼就没有了 你希望儿女平安 事业顺利 你只要礼拜观音菩萨 用身体去礼拜观音菩萨 然后呢 你就可以满怨 所以观音菩萨是所有佛合起来的慈悲心 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到博固观音师来 念一下 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慈悲就是观音 我们不能一直拜观音菩萨而已 观音菩萨就是希望我们去慈悲 比如说你现在在拜观音菩萨 旁边有一个人肚子饿 那你拿了一盘菜拜观音菩萨 那盘菜不给旁边的饿的人吃 观音菩萨说你不要拜我 你应该把那盘菜给可怜的人吃 这个才是拜观音菩萨 所以因为如此 那我们要来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那你找到了慈悲 就找到了自己 就看到了佛 念一下 显现慈悲 极见如来 你去慈悲帮助众生的时候 那你就看到佛了 很多人说佛在哪里啊 佛就在你 你去慈悲的时候 你把那个面包放给鱼吃 那个时候你就是佛了 你把那只要被杀的鱼救下来 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世界 需要我们多去慈悲 那你就是真正在念佛了 你就找到自己啊 不然的话 生命轮回很苦啊 所以今天外面太阳那么大 然后呢 我们不嫌麻烦 现在要慈悲啊 帮助那些受苦了 所以各位刚刚写了很多排位 那个还不叫慈悲 因为你写排位是 我爸爸 我妈妈 我的冤心在主 你还是比较自私的 那佛陀怎么说呢 那你把你对你祖先的这种 孝顺爱心 关心 所有可怜的 既然华人会死 美国人也会死 非洲人也会死 既然你家的小狗会死 所有的动物也会死 所以当你在写排位的时候 用慈悲心 愿所有痛苦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 那就是慈悲心了 所以我们前面有六盘菜 放在桌子 为什么要六盘菜呢 我们要替六道众生 念一下 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天道 六道 六道友情 六道 供养诸佛 普度六道众生 那这个就是慈悲 所以大乘佛教要我们学这个精神 那你帮助其他众生解决问题 你的问题自然解决 不用求 如果今天各位拜佛 师父啊 我儿子要发财赚钱 我赶快供养一尊佛像 这还可以 你有福报 但是不是慈悲 因为你儿子要赚钱 所以你供养一尊佛像 你发愿 地藏王菩萨 让所有年轻人都赚钱 找到善良的工作 我来供养一尊地藏王菩萨 会向所有年轻人都孝顺 做事业成功 请问你儿子会不会发财 他自然发财 有德的妈妈 昨天我们有一位菩萨 我就问妈妈超度了没有 妈妈超度了 所以他生意很好 因为妈妈如果升天了很快乐 一定会照顾儿子的嘛 所以各位你只要帮助众生慈悲 利益他们 你的家里的事情自然解决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做 等一下要发给各位药 如果各位就用这个药 去帮助那些被杀死了 痛苦的人 痛苦的鬼魂 请问你的生病会不会好 会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你如果拿一盘菜 就像我们中午去签人佛学院 大家供饭啊 供钱啊 那佛说 你拿一碗饭 去供一个精进的出家人 阿罗汉 五百节 升天做人富贵 这个叫人天福报 五百节 福报大不大 但是佛陀又说 但是你拿一口饭 去给流浪动物吃 孤魂业鬼吃 功德超过于供养整个地球的阿罗汉的功德 为什么 慈悲的功德 而且这个功德 除了你有 你做人 富贵赚钱 将来还可以成佛 比人天福报还大 这个叫什么来 菩提之良 那这个功德 就超过于世间的福报 所以有时候 人家 在跟我说 哎呀 实在这些功德 那种功德 对